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录这个视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减脂餐 然后这个是自从我不吃米饭之后 一直吃自己做来吃的一个午餐 然后是一个很好吃的拌面 那我带你们去厨房 现在要在你的金枪里面把原本你买好的套菜 还有金枪 金枪鱼罐头拿出来 然后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了 这个是我自从开始剪脂之后就一直有买的一个素面 然后它是 它的脂肪只有3% 就是自从我开始准备剪脂的时候 我就有在网上查很多 我比如说什么样的食物才可以比较能减脂 可以代替米饭 因为米饭真的就是比较胖 米饭就是你一吃就算你去健身了 然后你吃你的肚子还是永远下不去 这是我长点以来一直的困扰 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素面的做法好了 就是我做素面的做法 其实也是在网上学的 不过就是家里先自己想吃的东西进去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拌面啊 就是比如说用鸡丝拌面啊什么的 可是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吃那个炒炮菜 就是它会很酸 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一个泡菜素面 泡菜拌素面 对 那我要开始做咯 咯 放入冰箱 然后这个呢是我刚刚用凉水泡好了的酥面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炒好的泡菜跟金枪鱼罐头 那其实我炒这个的时候一点盐都没有放 所以呢在这个盖面里面我要先放一点点生抽 然后呢我把刚刚炒好的泡菜放了进去 其实如果可以买到午餐肉的话 切一些午餐肉丁放进去更好吃 然后最重要的一步来了 就是我要放这个白芝麻 熟的白芝麻然后撒在上面 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个放的比较多 然后就开始拌它就好了 我要开始吃完拌面了 泡菜拌面 我要煎纸汤 那真的蛮健康的因为都不会放眼 所以泡菜它自然能用酸和鞋味就可以进到这个面 然后主要是这个芝麻真的好香 像你跟泡菜还有这个面放在一起 然后搅的时候香味就是跟面一起 就是碰到我们的水里感好吃 最后一口了 这个我的泡菜拌酥面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已经把它全部吃完了 我有午餐 我家超大一碗 好饱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做一做尝试一下 因为真的很好吃 它既简单又健康又不浪费时间还减肥 所以你们可以在家里试一下哦 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来到我家 我家好软哦 后面好软 拜拜今天分享到这里